好 保護環境真的是很重要 第十屆 亞太地區非政府組織環境會議 今天在臺灣登場了 有來自二十個國家 一百位的國際NGO人士參加 而在會議當中 日本的環境委員會的秘書長 也做出了專題演講 他提醒 隨著溫度跟海平面的上升 一些高山國家 像是布丹 尼泊爾 還有冰河 都有可能會融化成湖 最後有可能會潰堤 已經連續舉行了十年的亞太地區 非政府組織環境會議 今年在臺北舉行 各國的NGO代表集聚一堂 一起來關心全球環境議題 而日本環境委員會秘書長 四田俊一發表大會演講 揭露亞太地區面臨最嚴峻的考驗 還是全球暖化 不只在去年引發各地天災不斷 現在各界更最新發現 溫度下降造成冰殼融化 產生不少冰殼湖 正威脅布丹 尼泊爾等高山國家 除了關注全球性議題 在地的保育也很重要 四田博士指出 目前各國都意識到保護濕地的重要性 總共有一億九千萬公頃濕地被保存下來 反觀臺灣曾經在國光石化開發案 差一點消失的濁水吸出海口濕地 雖然暫時保住 但也無法保證沒有下一次的開發危機 保護環境更要保住紅樹林以及森林面積 根據統計 地球上的森林覆蓋率正在降低當中 過去十年就減少了520萬公頃 其中中國大陸從1990年大量砍伐森林 則是造成世界森林面積不斷縮減的主要原因 記者 林前輩 莊志成 台北報導